随着科技聚落的成熟 未来的版图也将持续的茁壮 我们特别邀请到南科管理局局长苏正刚 来和我们分享南台湾接下来的产业趋势和愿景 以及在寻找人才这一块 南科是如何给予企业辅导和协助呢 掌声欢迎局长 谢谢主持人 17分钟 这个王总市长 还有我们蔡理事长刘秘书长 还有我们赖副总 以及在做我们所有的关心南部产业发展 跟人才布局的产学研 还有很多媒体记者先生们 大家五万大家好 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南部园区的发展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大概有六个 我首先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所有园区的现况 其实北中南有在国科会辖下由政府主导开发的科学园区 有竹中南三个主要的园区聚落 那事实上我们的总面积大概是4734公顷 厂商1100多家 就业人口31万多 那31万多相当于全台湾的所有的劳动力人口 大概不到2% 那去年大概产值超过3.7兆 那营业额相当于GDP的规模 因为营业额 我们的营业额是厂商开发票的营业额 那所以跟GDP的计算概念不一样 但是那个规模 大概就是六分之一的规模 那研发占比我们其实在园区里面 所有的企业强调的是研发占比 是一般制造业的两倍到三倍 那大概研发的占比 它这个是占营业额的比例 大概是8%左右 8.7% 那园区强调的是研发能量的提升 跟产业人力跟带动地方的效果 所以其实我们的就业人口三十几万 相对于整个的劳动力人口 其实是占的比例其实是非常的低 但是事实上我们透过就业陈述的效果 在园区里面的一个工作机会 大概可以创造周边 甚至是整条产业链 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估算方法 我们大概取一个折中 大概就是三到五个产业链的工作机会 那这个里面包含它自己本身的产业链 价值链 那甚至是食衣住行娱乐 所有带动的周边的一些餐饮 住宅这些的效果 这个大概是我们的一般的一个估计 那刚刚秘书长也有提到 过去几年这个GDP GDP一直在成长 其实我们确实以园区来看 确实也是在成长 那当然这个受惠于很多的 远距的商机 5G 电动车等等 这个未来的世界相关的 这个前瞻的需求 甚至是整个电动车 还有地面轨道卫星 这些通讯的产业的一个发展 这个都让园区的很多产业都有受惠于这个远距的经济 也就是非接触性的经济 所以我们还是整个三个园区整体起来还是成长22% 那以我所辖的园区来看 我们目前营运中的就是台南跟高雄这两个园区 大概在去年的营业额 大概创造出大概一兆九百多亿 那我们在今年的九月底的就业人口 大概已经达到九万三千多人 去年底到现在 我们大概增加了九千多人 其实这九千多人相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其实是不多 但是我们创造的产值其实是相对比较大一点 我们也希望带动周边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前八个月 这个数字大概已经达到九千多亿 所以我们今年还会再继续成长 也就是前十个月 南科园区 前八个月 前八个月就是三分之二左右 我们大概相较于去年度成长了大概百三成 30%的成长 那我们还在继续成长 主要还是受惠于先进制程 在园区持续的在发展 这个 那我所达的园区 这个主要是台南园区 我们大概所有的供应链 不管是在半导体 在光电 在精准健康 在精密机械 在通讯 这些领域都有很主要的厂商 当然大家比较关注的 其实园区不是只有半导体产业 那当然主要的半导体产业 因为TSMC UMC 或者包含Apply 这个科雷 科林研发 这个TAIL 这主要的半导体产业都在这里面 但是光电的产业 像群创汉语彩晶 还有很多的这个3M 这些都是园区重要的厂商 还有光电在帽底等等 还有制药业 也在园区在做发展 所以这260几家里面 我们大概有46家的外商 这中间最主要的都是日本的厂商 那这跟我们的供应链有关 这供应链我们在光电 在半导体 其实跟日本的材料设备 非常的有关 所以整个的大家供应链 是串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 一个园区的就业机会 可以创造几个就业 其实这个是全球供应链的问题 包含像艾斯摩尔 这个荷兰的厂商 还有这些石英 这个昭和电工 这些日本的厂商 之所以到园区来接近它的客户 主要都是因为 大家产业链是在一起的 那大家产业链在一起 其实共同希望创造的 也就是一个产业群聚的效果 不管是在生产效能上面 或者是在研发的能量的提升上面 这个都是对整个聚落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当然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是 半导体产业 南科应该是现在全球 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聚落 我们过去 我们刚刚讲 譬如说像高雄市这个 7奈米2、8奈米一个厂 其实在南科从 最大的8寸厂 到现在12寸厂 我们大概 加起来 我算起来大概有20个 20个厂左右 再加上联电的P1到P6 所以有超过20个厂 在南科里面 半导体晶圆厂 那我们从上游的设备材料 到制造 到封装测试 到服务业 这些service的 这些service的厂商 其实它在园区里面 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一有问题 马上可以进场去做处理 这个是对整个产业链 在发展上面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也就是说大家聚集在一起 从上游到下游 都在一个小时车程以内 它这个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刚刚 秘书长也有提到 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其实这个是 对于产业的前瞻布局 大家对于现阶段 跟下一世代的产业 大家找出来几个产业 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因为 每一个国家的产业 其实它需要聚焦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再几个 包含民生战备 精准健康 资安 尤其是资安 还有国防战略 这个都有相关的一个布局 甚至是运用我们 全世界最 羡慕我们的健保制度 所发展出来的 健康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其实也是未来产业 前瞻布局的一个方向 那之所以会布局这些产业 其实还是基于 我们现有 很多重要的产业基础 尤其是在ICT 在我们的医疗的服务上面 甚至是在我们软硬体 甚至是韧体上面的 资安的一个需求 布局出这样的一个六大战略性的一个产业 那这些产业 不是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这些产业 而是透过这些产业 带动 透过价值链或者是产业链 带动其他相关产业来做发展 这个才是整个国家在 布局前瞻产业的时候 它主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从园区来看 过去1980年代 这个园区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知道做PC 我们做设计做代工 大家都记得桌上型的电脑 甚至是那时候街上很多电动玩具 这些都是那一个时代带动起来的ICT的产业 那到90年代我们转进到IC设计代工 乃至于整个的这个方水 就是晶圆代工产业发展起来 那开始智慧机械 生技衣材通讯 到目前新的应用领域 包含所谓的AI大数据 5G或者是相关精准健康的应用 这些其实都是透过主要园区有基础的建设 包含水电的供应 然后单一窗口的服务 让厂商这个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 其实我们常常遇到这个美商 比如说美商日商 他们其实对园区的环境 其实跟他们其他相关在地产业 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园区 把所有的这个主管的执照 或者是相关的水电 甚至是环瓶 一次把它完成 那在这里面 他其实厂商就是负责做一件事情 他进来设厂 其实就只要租地 然后做研发生产 其他大概就不用担心了 那这个是我们客制化服务重要的一环 那当然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学界的研发创新的能量 集注是最重要 所以园区的厂商 不管是周边的厂商 他一定会跟产 学 研 做互动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创新的螺旋 产 官 学 三个要串在一起 那才会激发前瞻布局的能量 这个是过去一直以来大家的发展 那当然园区未来十年 包含在精准医疗 这个精准医疗不是只有医疗现场 我们希望的是从预防诊断到治疗 最后到照护 照护这一段其实也能够透过很多物联网 人工智慧 甚至是ICT的能量 能够强化精准健康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AI刚刚大家提了很多 然后人机协作 我们现在大家知道工厂里面很多机械手备 智慧化的发展 很多机械手备 那部分也需要人 人跟机怎么去做协作 这个都需要透过大数据AI来做发展 那次世代的半导体 太空科技 然后Beyond 5G的6G 就是这个地面低轨卫星的通讯系统 甚至是车对车 Vicot to vehicle的这个通联的系统 那个边缘的运算等等这些 还有刚刚代副市长所提到的 Quentin的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 下一世代的这个发展 还有智慧农业 这些相关的未来的产业趋势 其实是在园区里面 立基于现有的这些产业里面 希望进阶的来发展相关的一个应用 那希望能够站在这个高点 制高点 然后带动整体产业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在面对这些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前瞻布局或者是未来园区的发展 我们其实有很多需要不同科系的人才 其实上我其实对整个 当然我们题目是缺工时代 其实我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工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才 也都是talent 对我们来讲都是talent 不管他是做第一线的服务 或者是做第二线的 甚至是非间接性 甚至是间接性的人力 他都是 对我们来讲都是talent 那所以刚刚调查里面才会发现说 其实大家最重视的 百分之三分之一 以上的人都觉得 其实把人才当作资产 才是公司最重要的 的一个思维 所以那当然在这些领域里面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 需要跨域的创新 就是产业 现在的产业其实分界 没有那么的 当然你说半导体跟光电 其实它也是互通的大家知道吗 然后生技产业的人有时候也会往半导体流 它其实都是互通 但是我们原来学的化学物理电机 其实都需要跨域的创新 这个是我们目前希望能够达到一件事情 所以在园区的人才布局我们其实做了几件事情 比如说链接产官学 政府扮演的角色 比如说提供补助馆制定游戏规则 然后立定前瞻的方向 那需要学员机构跟产一起共同合作 所以我们有一些计划 其实是希望园区的厂商跟在地的学校 甚至是世界顶尖大学的学校 做合作 发展它前瞻下一世代的技术 这个是串联链接产官学 那你要把邦园区的厂商招揽财 其实第一个是揽财 就是串接工部门的资源 刚刚劳动力发展署 或者是我们都有在办很多的招财 很多线上的增财的活动 或者是实体的增财的活动 这个都是揽财 但是揽财过来之后 你如果让你的公司的流动性变得很高 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留住人才 那没有办法留住人才 其实会让你的公司的流动率变高 流动率变高不稳定 不稳定你的生产的效能 其实就会降低 或者研发的效能其实会降低 那最终当然就是预财 就是说这个学校训练出来的 可能不符合公司的现阶段的需求 那透过一段时间的转换 或者透过辅导机构的转换 其实我们可以达到一些培育的效果 这是大概是我们做的几件事情 所以整个的南台湾的人才区块 我们其实跟 我们有一个南科产学协会 它其实串联的是 南部所有的大专院校跟技职体系 那让这些学校来帮 所有的园区事业来做服务 这个是我们在南台湾整合的一个 协助人才媒合的这样的一些 我们也同时结合劳动力发展署 链接学员机构来办培训高阶的人才 这些都是过去现在跟未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所以染财的部分包含就业博览会 包含深入校园 然后甚至是某一个公司 学长姐都是学长姐在那边 我们来进到公司里面 办一下学长姐给问 然后少年这个在念大学的 请她来看看园区的工作环境 大家对于园区是 大家对于人才是怎么样招募的 那对于留采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刚刚讲其实就是福利 园区的公司 有提出四个月有薪的育儿价 而且是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可以申请 也就是说四个月 有薪甚至是领养的都可以 也就是说她重视的是 员工的这个下一代 那所以这些福利或者是贫权 职场的贫权 这个在园区里面其实是很基本的 希望营造一个友善的一个职场 让人才可以留在这个地方服务 那当然在育材上面 我们有办刚刚讲的 人才培训 人才培育 希望能够让厂商在培育上面 甚至厂商捐赠设备给学校 大家彼此交流这些育材的一个环境 这个大概我们几个重要的一个 为人才所准备的一个重要的一些策略 那对于111或者是相关的人力平台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说 对于园区的产业 虽然是前瞻布局的产业 其实趋势分析可以透过平台的结束 因为你有大数据 那对于求职者 对园区产业的职缺 因为大家会选职缺 这个喜好的分析 其实是可以 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那最后当然是促进人才的交流跟引进 那刚刚大家都有提到 我们从嘉义以南 我们希望的串联的是一个 南台湾的科技朗袋 那大家知道 这嘉义以南总人口数 我大概算过了 以户籍来看大概是600万 我们希望让600万的base变大 那这600万的base变大 也就是说让人才 留在这个地方服务 回到这个地方服务 甚至是海内外的人才 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服务 人才才是中心之本 才可以让这个地方的能量变大 那最终我们有挑战 就会有发展的契机 刚刚有提到 产业数位转型 人才跨领域 尤其是近零这件事情 其实是现在所有产业 所面临到最重要的问题 那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在未来的绿色材料 或者是相关的产业布局上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 在这个地方做发展 那当然这个变成是 全世界大家人才共同面对 面对的问题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 这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